书友们一起来写一下万家灯火这个成语 每次写到这个万字的时候都想到麻将桌里面的一万两万 还有过年的时候写春年的时候呢 也会老是写到这个万字 万象更新万事如意 万事顺义 还有对联的时候 第一个字呢 也经常是以这个万字作为开头的 这个钩 这个钩还是比较关键的 整个自动最关键的一个字 万字的话就是下面宽 中间窄 然后上面也再宽一点 那相对来说的话 下面比上面还要宽 夹字的宝盖头呢 不要写得太宽 中等宽度 到垫的时候 这 这个笔 到这里时候也是这个 这个钩的时候呢 甲种 这里有个转折 也就注意了 这里有个转折 五弯钩是一个不那么容易写好的一个字 其实这也跟毛笔有关系啊 你要控制好不同的毛笔 这个纳笔呢 你要随机应变太软的笔的话 你又是另外一种书写感觉啊 所以拉长的时候呢 要顾虑整皮皮和纳笔的这样长度 这个夹字就是这样 还有就是啊这个啊 就是这种勾过去的这个这个笔画呢 也是要就不能写的太长了啊 我要写的太长了 我要写重一点 要短一点 万家灯火灯子 灯子这个字呢 我写的比较少啊 写这个纳笔的时候呢 一定要顾虑好这个撇比长短的 也要注意协调啊 知道这一点吗 灯字啊 灯字呢 一定要有意了把它拉长一点 特别是写这个火字的时候啊 你一定要把它 因为火字它本来是它本来就没那么长的嘛 那么你写的时候呢 有意了通过这里拉长一点 因为这边呢 实在没有什么笔画可以拉长了 所以呢 一定要把这个皮拉长一点 这个灯字呢 也有意识的把它拉长一些 拉长一些 这样的结构呢 就变长了 不至于写的很宽 这个纳笔和这个皮比呢 也是差不多的吧 就是这个也是要最好左右对称 不要写的太窄啊 尽量就写宽一点了啊 宽一点不代表你 你这个这个比划呢 就不受约束啊 一定要该长一点的 还是要给它长一点 反正它是一个三角形的这样一个结构 有没有发现呢 是吧 那么今天对于这几个字呢 我们就写到这里 我感觉我这个灯字会写的差一点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认为的啊 然后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啊 下期再见